针对这起虐童事件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特别召开记者会 党团书记长洪蒙凯痛批 事发三个月 卫部部竟然都没有开会讨论 好像完全没事一样 大家才哗然 原来中央政府在这段时间 没有任何的作为 没有任何的因应 没有任何的开会 没有任何的讨论 这件事情就当做是没有发生一样 我们再次强调 这件憾事谁都不想要看到 但是该弥补的 该补救的 以及中央地方怎么样能够更加强的 希望能够 在这个时候好好的补强 可是责任的厘清 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副书记长徐晓鑫 对比台北市政府 与卫服部的处理流程差异 加上中央与地方访视资讯 无法交流造成落差 直说漏洞就出在这里 如果这16次的访视 是有互通的 台北市政府就会知道 先前俄服的社工去的时候 拒绝两次 这一次以COVID-19为理由 他们可能就会感觉到不对劲 就会提早介入 可是因为中央的规定 非常的不明确 这些完全都缺乏规范 所以这16次的访访 分成儿服务跟分成台北市 完全没有资讯的互通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所谓的第三方访访 三方共同访访能够落实 不要再有这样子资讯落差的问题 导致于当有社工跟着保姆一起 做出可能伪造的记录的时候 我们市府这边会无从得知 那就没有办法早期介入 所以说真的 其实社会安全网的缺漏 就是缺在这啊 立委若听伟则批评 为副部送到立法院的检讨报告 只有两页与这一起虐同案有关 难怪立法院不分党派 都要求退回重写 今天未完委员会 在本委员会所有的委员投票之下 竟然是不分蓝绿白 一致没有意见 要把这个报告退回要求薛瑞源重写 所以这连他们自己同党 都不敢去帮助他 所以刚刚看到许晓星委员所说的 我们看到机制上有问题 整个卫福部不知检讨 不知改进 这么多年想要利用同党 来帮忙协助护航 带过整个世界越来越多 立委黄建豪更指出 各县市社工人员出缺比例高 卫福部竟然还把责任 都推给地方政府 这样的检讨报告 只会制造下一次的危机 我们常知道社工的工作压力很大 但薪水很低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卫福部不去思考 怎么样增强相关的计划 跟能力 反而要去把所谓的案子 全部再推给地方 推给地方的社工 我们已经看到现阶段 在现阶段 社工的缺口就已经这么大了 平均缺额率达到12% 但是你还要把这些责任 去推给这些地方政府 推给这些社工 我们这样子的检讨报告 是不是又在制造下一次的危机 从苏丹洪的三问题 到现在的虐统案 李彦秀痛批 这是史上最废的看守内阁 民进党政府编列6年407亿 要修补社会安全网漏洞 到底补在哪里 全国的民众对于史上最废的看守内阁的愤怒 从石安到今天的额虐事件 民进党的态度 傲慢的态度 去骂我是多余的 我们好好来检讨事情 检讨的结果 就是上个星期以来 所有的新闻稿复制在贴上 所以我们才会说 连GPT 写出来的稿子都会比他好 检讨报告都会比他优秀 这是民进党的心态 这怎么让大家能够接受 上个星期开的专案会议当中 八点的结论 三点 在检讨地方的问题 三点 谈空话 我要做什么 社工到底要补多少钱 什么都没有谈到 国民党方面指出 目前每年略儿通报案件数字都破万 到底谁能保护这些孩子 不许民进党政府应该确实检讨 相关流程 负起殷尽的责任 记者张祈腾 台北报导